真不愧是死后天官啊 你居然能够撑到现在 今天就这样 再走 顺顺离心 最近怎么总是做同意的吧 你有新的订单 请及时处理 唉算了 还是跑着呢 怎么还不开门啊 我下一个电脑都要超市了 给你的外奈 哎 老夫能进去吗 嗯嗯 小心 小哥哥 过来啊 您的电脑超市为宋达已收到新的投诉信息 不是吧 任务失败 是吧 你是他 这是他 他死了吗 死了 从前往后 他的保险费用可都是我 走林哥 光了你這麼大的忙 你大哥這麼感謝林哥呀 別著急嘛 他還在這呢 哈哈哈 放一聲他呀 都已經死透了 小總話從今晚和他的錢 和他的女人都是我的 啊 這是哪兒 哼 你又是誰 我 還張老君誰 我出現 你已經死了 什麼 我死了 什麼 我死了 你已經說了 不能就讓你這麼冤死 可怕我 賜你一顆 龜平山 恢復你的心力 讓你重生還養 想你 你原來是天庭的赤福 天官 專門負責 赤福人間 但是你這小子 給天平之吵了不少麻煩 所以啊 玉帝啊 就別人想把力量 這小子什麼也好看我啊 哎 你說你是太上老君 你就是太上老君啊 我怎麼知道啊 這是不是真的啊 是吧 沒準是我做夢的 你 你最近是不是在做同一個夢啊 媽 在夢裡和你戰鬥 就是摔神 你母親雖然死了 但是摔神在不久之後 就會在地府裡把你母親的靈魂召喚出來 利用你母親和另外一個小孩子來自約你 當然你可以不信 要是那樣的話 你的母親家永世不得操生 我 林哥 林哥 啊 我剛剛看見 他的手指好像動了 你 你 他都已經死透了 死都不能再死了 寶貝我們 其實 剛剛你說可以包住了好藥 這是歸零蛋 他不但能夠讓你提死 回生可能恢復你的部分先例 那照你這麼說我豈不是成了神仙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母親的靈魂召喚回來 不行 神鬼有兵 你一定要這麼做的話 就會加重你和你母親的成仙 那我豈不是成了神仙 也救我回皇家 雖然你目前不能夠召喚你母親的靈魂 但是 在未來 你可以留有成就的季季啊 那摔神到底在哪 我現在就去滅了他 我只能告訴你 他姓徐還有 你要竊敵 從你的腦嘴裡 有殺人二字 否則你會受到天天 不肯迴敬你的生命 好了 我該跟你說的 不說了 去吧 你看 你 3 5 10 5 10 9 12 2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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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克你沒事吧我真的好了 快快快走 這這少許有古怪 我讓你走吧 今天非得死在這不可 啊 就是連我的人都敢欺負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暴死膽了 這不是那個畫面裡的那個嗎 我勸你最好別動關心事 放肆 居然這麼敢跟徐總說話 趕緊跪下密碼道歉認錯 不然的話 缺缺一個保鏢也敢在我眼睛線上 走開 啊 再說 你 不差 這嘴竟然用什麼 徐總 你想聽呢 這小子會妖宿 那對啊徐總 這小子壞得很 我經常用這種歪門邪道的手段害人 你退後行 跟這個人保持距離 趙屏 為了跟你結婚 為了你的虛榮面子 皮膚包包香水 我拼了命的工作 而你 為了高額保險 和這個人聯合起來 你有什麼資格說我 你就是個送外賣的 難道讓我跟著你 浪費青春了 明天 我告訴你 在我心裏 你就是 他 吳天 我告訴你 在我心裏 你就是條狗 聽到沒有 吳天 你在我眼裏 連狗 你在我眼裏 連狗都不如 你是 我是連狗都不如 那你呢 依老子看 你就是一頭豬 你 進來貨 接下來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你給林哥 用了什麼要素 等會 你 給老子變成一條狗 我的人我自會懲罰 你對他們這樣 你還是不是人了 收起你的手 從你一進門就認為他們是受害者 我是施暴 怎麼因為我窮嗎 等我當上是 再說是不是人 學中 學中 他 當著您的面 羞辱我 簡直不把您放在眼裡 你聽嘴吧 還嫌不夠丟人 走 你 總管好 首富好 首富好 我 你們確定有沒有搞錯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他怎麼可能會是首富 確實他就是的送外賣的 他要是首富 那我就是首富他媽了 啊 侮辱首富 其實我也想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算老子嘴開過光 但也總得有個理由吧 吳先生 前首富今日突然下令立下遺住 已經將所有的財產過到您的名下 你到底是誰啊 首富為什麼會讓你繼承他的遺產 全拼一張嘴 一張嘴 徐小姐 這和你吹不關心 徐小姐 你現在要做的不是質疑吳先生 而是求的 因為現在只有他就得了你 什麼意思 然首富已經對徐家進行了實驗測試 徐氏股票也已經掩託 而現在的新首富吳先生 是你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盜數 怎麼會這樣 徐小姐 徐氏能不能保得住 這新首富一句話 你要怎麼做 自己考 吳先生 請您幫幫我 可以嗎 徐小姐 我們非親非故的 我實在找不出什麼理由幫你 林光明 你給我滾過來 徐總 徐總我在 徐總 對不起 我真的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這女兒跪下 你能不能別看著我 對不起 對不起 是從 周邊這個監獄 都是他高興我的 我 不用再說了 李光明 你現在已經為我解僱了 從今往後 你的一切都與我無關 滾 親愛的 親愛的 我是愛你的 這一切 都是我給你的考驗 我和那個姓林的 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親愛的 趙冰 我們也已經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你不用在我面前住 吳先生 您看 我都已經 懲罰林光明了 徐小姐 你別以為你置身事外 我就會幫你 還有你背後的什麼徐家 是生是死 跟我比是 小椎 不能夠幫助這小鴨 跟你 這個 我去 神速會幫你 當你 就打聽了 摔身是死 我告訴你 他姓 那照這麼說 這個女的就是摔身 啊 不是 但是 她截足過摔身 以後 讓人 搞到這個 你消滅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讓 我消滅摔身 隨身的能力 好好給你下盤 她是好的靈 是壞的靈 那豈不是烏鴨嘴啊 她在下盤之前 偷了我一顆 龜子 他現在一直在找 龜临丹 有兩丹和一 他能拒絕正邪之類 然後神仙的最高境界 那就讓他找去唄 我 就在你的體內 他找到 龜临丹又死定 這樣 可以好好地 幫助這個小鴨嘴 還告訴你 以後這個小丫頭 有數 是這個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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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你 但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走 我可以 有這事 主任 我懷疑這個物件 極有可能就是我們要找 你聽過 這小子現在在哪兒 前老爺生病了 需要一個人生孩子重新 徐家仲人 帶著徐若林前往前家 這小子在後面跟著一起去了 這小子跟這丫頭 現在走這麼久 這幾個角落 書下盡快調查 好 你正好派人去觀察 如果他真的是自負店 我倆給我抓起吧 鬼靈丹 走啊 射下去吧 找到鬼靈丹 兩丹子 我看 誰還是我的對手 你們說什麼 你們要讓我給秦老爺的傷孩子抄血 我倆呀 現在咱們徐家 坤損這麼多 那就照少能幫助咱們 只要你答應了 好呀 肯定會幫助咱們的 所以你們就要給我給賣了是嗎 草莓 這早就說是賣了 你想 你要是你給秦老爺生個孩子 那之後秦家財產不也有你一份 誰可是一老勇一的大好事啊 那既然如此 你怎麼不讓你自己的女兒 去給秦老爺子出席 小哥 你一個外人有什麼資格在這上 快你出去 忘了自我介紹了 我叫胡天 我現在是若麟的男子 忘了自我介紹了 我叫胡天 是若麟的男子 說什麼呢 誰答應你 哎呀是早的事 看不出來 若麟 什麼時候叫呢 啊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他現在是 若麟 你這眼光也不怎麼樣嗎 找男朋友就找了這麼一個廢話 至少不像你這樣卑鄙無恥 我說趙少 若麟已經有了 你還這樣 你們趙家和秦家是不是都喜歡 強人所 這有你說話的嗎 若麟今天你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不就是十個億嗎 這個 對本少來說 放屁啊 這請老爺子身體不太好 再讓若麟跟老爺子 得先讓他陪陪我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們現在就出去 給你和若麟呀留點空間 你這個臭小子 還不趕緊躲 躲 哎呀 哎趙少 喜開 八蛋你可推我呀 趙少 你在幹什麼呀 我 弄不了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這個混蛋 他可是趙少 不是想害死我們嗎 過 風姐 小心 乖 赵少 这样伤害我的你 赔偿我俩点精神损失费过分 我要的不多 也就是 你这是吃火龙的将决 赵少你说话可别这么难听啊 你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 那是积攒功能 哎没准一会儿你就从这儿起来 要不然的话我就 啊我呸 这还差不多 行了 你来了 这几个人你打算怎么出事 发疼再怎么说 还没收起家人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把你当做家人 算了 我知道 你们几个无非就是想要钱 这一张支票 我可以 但是从今往后 你们必须滚出徐氏集 整个徐氏集团 只有弱点 吴先生 吴先生 你现在要去哪儿 徐小姐 我们兄妹二人 现在要带着吴先生去见全首夫 啊 你们先到城市 是吴先生 这个是我别墅的门禁卡 今天的事谢谢你了 晚上请你吃饭 怎么这么快就打算一身相许了 我不能正经一点 只是单纯的想要感谢你啊 晚上请 吴天你身上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你就是前首夫 做个次不介绍 我就 哎呀哈哈哈哈 你这个小兔 再一次啊 还敢骂我 遇上楼里的气道 哎呀你这个小兔贼子 你不要乱来 你这是干嘛 吴先生 快放开他 别过来 你们两个是不知道 他就是微博苍生的大魔头 我这是替天行道为名出汗 你这个小王本子 我胡说些什么呀 谁是魔头 谁是火害苍生啊 哎我承认是了 老子今天非得好好操作操作你 哎 哎 主持人 他就是前首夫 也是石润林小姐的爷爷 哎 徐老师 这个老头身上 一表仙力都没有 难道 真的是可错 哎那个 不好意思啊 呃 刚刚是我太冲动了 啊 你刚刚包认成了 摔神了吧 哎是啊 所以说 你知道摔神了 我不仅知道身上 我还知道你是天生我 赐福 英官 所以你到底是谁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前几天太少老君托梦给我 而且啊 还说你是唯一能够救我们徐家的人 毕竟只是一场梦 我猜老爷子您应该也不是一个 特别迷信的人啊 这是梦里太少老君给我的 他说我这些年来 我这些年来恶病缠身 就是因为你摔一身 而且 参上老君还好不说 摔一身和我们徐家有莫不大的关系 所以刚刚你一上来就欺负我这老头子 我就想着你应该是把我到处说一声 老爷子我还有一个问题 您是觉得我能拯救你们徐家 但是您也不至于把所有的钱 才都给我呀 想必你也认出来了吧 没错啊 他就是你父亲 摔一身的身份和地位不在这之下 所以你必须相疲弊的能力 所以摔一身到底是谁 徐家的当家家主 若林的二爷爷 徐仲才 徐仲才 你父亲和我是多年的战友 而且我现在的成就全靠他的帮助 徐仲才啊他是徐家的二爷 你要对付他 不仅要有能力 而且要有彩底和身份 所以您把所有的资金都给我 不光是为了让我方便去对付摔神 而是顺便还落我当年父亲的恩情 一举两把 不愧是他的孩子 一点就痛 让我惊喜的是若林跟你扯上了关系 这是我没想到的 您就不怕把他牵扯进来会有危险 摔神就是徐仲才 他是若林的二爷爷 本身还是就在危险中 但他和你扯上了关系 你肯定不会不管他 对吧 除了摔神 还有一个人你也得注意 他就是整天在徐仲才身边的那个立武大师 我感觉这个人的身份也不简单 领空大师 虽然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是这个人整天都感觉到是阴森森 此人乃魔鬼的化身 虽然没有摔神厉害 但也不好对 果然 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是内人 不进一家门呀 好 我知道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 来的真快 你 刚才那是 没事 一个小鬼二爷 已经被我消灭了 如果没其他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晚上我还得翻家了 怎么回事 主任我派了小鬼追踪他 对方只说了一个面子 就把他给小鬼追踪他 就变了 非 这么点小事的办法 去 把这张车 是谁团 是谁团 这么轻易就将力气集中的小鬼灭掉 必定是 幸福监惯了 看来 亲自会会的 吴先生 我家二爷想邀请吴先生一见 还希望吴先生赏脸 二年 徐家家主 许仲才 许仲才 摔神 什么回事 为什么我在这小子身上感受不到龟灵丹的气息 甚至是仙人也没有 难道 他都是 死死天官 小子 我帮你遮住你身上的龟灵丹和仙人的气息 仙人的你 还不适合我摔神开战 小兄弟 请喝手 想必您就是当今徐家家主我女朋友的二爷爷 哈哈哈哈 柔灵这小丫头 居然谈男朋友了 听说她跟新首富 感觉很好 不悲 小兄弟姻就是 真的 不是 许老 您说笑 我哪是什么大人物啊 我只不过是和柔灵两情相悦 所以才敢拯救 年轻人 勇气可嘉 不过 有个成语不知道你听说过 叫 自知之明 要不然 很容易 你 草市 你 许老说的是 可是有些时候 有些人 有些事 它就是事与愿违 如果只会 逆来 顺受花 到最后只会 离去自己 您说的 言之有理 不过 有句话说 茶不理斩 小兄弟这是看不上我的茶呢 还是不给我这个面子 徐老 您怕是养花了 您递的茶 我已经喝光了 您该需茶了 果然有点本事 住手 住手 你要干什么 丫头 这个时候你应该收购 徐氏集团留下的补权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二爷爷 昨天是我的朋友 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一根毫毛 小兄弟真有本事 这么快就给丫头搞定了 若林 放心吧 徐家族只是跟我开个玩笑 对吧 谢家族 小兄弟真是胆色过人啊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傲奇 但说我 据说那天在医院 这丫头的司机和赵斌得罪了你 你把他们变成了猪和狗 的确是 不仅如此 面对赵少的时候 你让他跪下 他就得跪下 而且 陆斌是你控制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徐家族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这些事情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 你是怎么办的 魔术 还是催别 徐家族 如果我说我不是凡人 而是神仙的相亲 哈哈哈哈 小兄弟说笑话的 我没有说笑 我说我是天上赐福先官 专门奉命来消灭衰神的 徐家族信 衰神 什么衰神 没听说过 如果我说我不仅是赐福先官 还获得了太少 军赐 归族单 果然是归灵大主人啊 既然找到了归灵大主人啊 这小子很明显知道了我的身份和目的 那就让这小子看着徐若霖被 大师 这玩意就好好享受 最好是到了那个小子里面 哎 大师放心 小爸早都想开开户了 嘿嘿嘿嘿 哈 大哥好去给我把血肉临绑 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才叫真男人 我那个胡天老子要让他好好的享受痛苦 这小子什么都不错 你这个家的小 老子 那我先去给你绑了他 等等 我突然觉得 这棉树就挺不错的 很适合运动 哈哈哈哈 我会换 untuk 对 哈哈哈哈 啊 你這是素草秘宅 誰好啊 我早就走不及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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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飞摇 你干嘛都死了 草飞摇 你干嘛都死了 你死鬼 死鬼 说 谁派你来的 既然知道你死鬼爷爷 那哪里有美女 哪里只有你爷爷 我 找死 你没事吧 刚才就是怎么了 我记得赵飞扬他 那小子刚刚被色鬼附生啊 想要对你不轨 我跟你说啊 那幸亏我来得及时 不然你就 啊 我天 嗯 难道是色鬼的你别 我 我 我 那类似的 我 哎 又来 哎 你站着 你没有他站到哪里去 我可告诉你 今天你们不要出行识 谁都别想走 我勋力最好给我放 哎 哎哎哎大人 徐氏总参加欧打家人了 可为了你不惜手段呀 快看啊快看啊 若林 知道你心里不痛 可他毕竟是你的婶婶 你竟然这么做 是啊唐妹 是要让爷爷知道 他该多伤心呀 你们少在这里作妖了 上次的教训还不快 来把你那些外面写到都死出来 这记者都在这直播呢 拿全宗舟的看一看 被了中国家层用那些 吓死了的手段 对 你看看他们的眉心 这是 帅神又是帅神 真的 既然他想玩 那我就给他玩玩大 你不是自诩无辜 我们在这里 让老天爷来去 看看谁先死 你说什么 还好意思打算 就是下眼 怎么 徐少爷想借助媒体的女人 那这事情有办 不然那请 徐少爷 不如我来这里玩 苏锦芊 还好吧 就他在这小子里 说 苏锦芊是什么 苏锦芊 老师的干爹 此不关此名真人的 损悉弟子 他在这小子里 你就是那个吴天 那个两次消灭我干爹 小嘴的 毛头小的 是你干爹先 我不管你们谁先动的手 既然是你伤害了我干爹 但今天 我只要替我干爹 保费公道 果然是个不讲理的小丫头 好啊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送陪到底 你要注意了 我要开始了 老君 今日你永不管我 我和你说都是一词 真的是 不可能他们用任何法律 是如何会活动的 难怪这小子能够消灭 我干爹的两个小鬼 果然有点本事 看来 得用那个招 一来一招 你能够消灭 九六七轮听我号令 将这个小子给我打到超市场 我警告你啊 昨天晚上的事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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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女孩走 麻烦你搞清楚 昨天晚上的事情可是 你别得了便宜很难快 我告诉你 你要告诉别人 别把我对我做客气 这臭人 一张裤子还不是人了 徐小姐 一说您能成功拿下叙事其他 是因为和赵少睡了 昨晚赵少还从您房间里是真的吗 小姐听说除了赵少 您身边还有一个被外门写到的小白两 请问这是真的吗 若连 徐家带你不保啊 没想到你为了争夺家产 这么肮脏的手段 是啊若连再怎么说你是我们徐家人呀 你怎么能跟着更多世界 这些这些记者都是徐家情 无论你再怎么继续 这脏势都会破到你身上 我就任由他们这样对付我吧 这次看你怎么办 实际上快点把徐小姐帮我揪出来 揪出来 今天就让你看到谁才是处事 我承认之前是我小看了你 不过你要以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就能够让我承认错误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小哥呢 我呀 若连 他什么呢 别喊了 他的眼力现在只有我 根本听不到你说话 若连 大家快来看 这小子四胆包天 这连孙锦奇小姐都不放过 快快快 太冷笑 你这个小白脸 被宋大师给捕过了 我看你看得怎么样 真的是这个 真的是这个 小狐狸 你真以为你这一招就能魅惑得了我 如果你们还可以别怪我 对客气 近期办事不力 请义父和徐家主责罚 这下吧 主任 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来只能使出爱证了 主任 他是谁呀 那小子的母亲为了逼出归灵丹 激发他的仇恨 让他说出恶语 你说 他要是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心爱的女人受苦的话 他会怎么样 我 刚才是不是不你了 我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孙子 好久不见了 是你 若连 到底怎么了 他是赵铭坤 林海诚的城主大人 你是赵飞扬的父亲 您 卢天 先生 不错 我就是 赵城主不知今日前来有 难道是为您儿子来讨的说法吗 小陈 拜见赐福先官 赵城主 您这是做什么 小神 知道您是天上的先官 今日前来 一是为了拜见先官 二是 前几日我儿子得罪了先生和徐教主 今日 我特意为您 赔罪 到了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做 刚才赵城主自称为小神 不知是哪个人 小神 是这座城的土地 负责这座城的 这 既然是这座城的土地 那为什么任由这个摔尸 在这里胡作非 先官兵箭 是小神 法力胜威 不是那摔尸的对手 所以 算了 我也不怪你 但是以后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儿子 少让我在这里翻车 小神 不熟了 刚刚地府来报 你母亲的魂魄 被强行召唤到阳间了 你母亲的灵魂 被人任聪明术 强行召唤走了 怎么回事 我出一块一块 看你那次飞神 我想飞神的目的就是 你之前给我看的那篇画面 不是 哎 莫连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个事情 赵神说 能否建议你说 解 骑官 出什么事呢 摔身把我母亲的 我还一开始想 你以为我母亲来对付你 什么 摔身 居然这么大单子 赵神主 我担心若连的安全 我希望我可以 您可以帮我保护一下 您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一定保证 徐小姐的安全 热连 我出去办点事 都会回来这 你去吧 早点回来 赵神主 吴天安 他是遇到什么事吗 徐小姐请放心 先生一定能够处理好 喂 爸 救我 爸 飞扬 你怎么了飞扬 赵神 好久不见了 魏公司在我的柯厂 赵神 如果往来坐一坐 赵神主 是赵飞扬出什么事了吗 徐忠才 抓了飞扬 我担心 人命关天的事 你赶紧去救人吧 可是 可是我刚刚答应吴先生 要在这保护你的 你放心好了 我今天绝不会踏出 这个办公室办法 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赶紧去救人吧 那徐小姐 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救回 快去快去 你快 我们徐小姐一个人在办公室 是你 徐小姐 徐家就想你 想请你 你徐家一趟 有时间我这么回去 就不劳灵魂大师废宿 这恐怕有不得你啊 飞扬 飞扬你怎么了飞扬 赵承主 别来无恙了 徐家主 我和我儿子没有得罪你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儿子 哈哈哈哈 陈门是火 我央吉池鱼 要怪 要怪就怪赵承主 你运气不好 哎呀 赵明昆 你这是做什么 不用寒了 你所依赖的赵承主 现在被我控制了 只不过是唯我所用的 你 若林 你 你们却也抓了若林 这么精彩的一场戏 怎么少得有徐小姐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台上老君的归礼 不是在你身上 把他交出来 交出来 他们都可以活 徐小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你不会答应 哦 这三个光圈之下 华地为牢 而主阵 就是赵明昆 杀了他 那两个人都可以活 说不上 一个钟以后 那两个人其中之一 非破散 非非烟 勇士 不得成 一 一 勇天 你没事吧 若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叫你们出去 哈哈哈哈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这个正法 是我用归恶丹所致 专刻你的法令 要用你的话令 若即 不如咱们逃跑 简直是痴人双 哼 不要 不要 不要你怎么了 徐仲裁 你要把我儿子怎么样 赵承主啊 赵承主 我没想到 你也是个小神仙 隐藏的够深的呀 虽然法力有些低位 但是好歹也是有些法力的 我想 欠你的法力 你 啊 我 哈哈哈哈 虽然 啊 爸 你怎么了 爸 别喊了 你老爹已经被我控制了 把我办完这件事 自然会送来 主人 主人 哈哈哈哈 好 万事俱备 指欠东风 咱们小子一到 就有好戏看了 哈哈哈哈 甩甩甩 甩甩 你给我出来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 小兄弟 我应该叫你一声 赐福天官 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少来这套 慢 你这么着急 我就让你见着这套面 妈 妈 小姐 我赶快起来 地上梁 妈能在看呢 已经很开心了 妈 妈 我现在出血了 我对不起 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 我后面来的街坊 都相信你啊 我都看到了 我在下面过得很好 我们那些老姐妹啊 都很羡慕了 有你这么个儿子 专闻哥 我知道你是被控制 我今天必须杀了你 来救我妈 哈哈 来呀 杀了我呀 你呀 小姐 他们就是故意比你使用恶语 然后做做天法 拿走你的 桂林丹 我以前没有追 才让你走的这么早 如果我今天救不了你 什么桂林丹什么先为我不要言吧 我注意了这些畜生 我一定亲自到阎王那儿给你讨的说法 他要是不给你安排一个好的人家投胎 我亲手宰了他 好 好一个母子情神啊 我赐福天官 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你的表情 你就这么心甘情愿被他控制 你想想你的儿子赵飞扬 赵飞扬 儿子 飞扬 可 个人 我先 我先 我今天在前打 你求你 照顾我儿子飞扬 拜托 老赵 谢谢 护士对不起 这一切 叫您困 受死 我不要了 吴天 我可以混为波赛 吴天 是你让我感受到从未有我的关系 我已经很知足了 老君 带上老君你给我出来 求求你救救他们三个人吧 哎呀 天呐 对不起 这一切就是一个劫难 所以 我不能参考 老君 我也没有 帮你出事了 你不是神仙吗 你不能皆死不救啊 老君 老君 哈哈哈哈哈哈 吴天 不要喊了 没有用的 就算你把玉皇大帝请来也没有用的 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地方是基因绝地 千年的杀气和怨气 在你进来之后 我有千年的杀气和怨气形成了结界 所以任何人都不要想进 帅帅 你要是有本事就和我斗 我为什么要跟你斗 我这样看着你痛苦岂不是更开心 除非除非你拿出鬼灵丹 或许 我可以饶他们一命 什么卑鄙 帅神 我以为你还是个神仙 你就只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吗 小天 没时间了 你过来 我还要换出父亲 妈 你放心 我医医会救你 你怎么没有僵 你先过来 妈 小天 你可是天上的 似乎神剧 你要看着信心给大家送出福才对 妈疼不疼的 其实都无所谓 只要能再见到你 妈就没什么遗憾了 妈 你不要再说 我应该 你能不能不要擦碎 从小就是这臭毛病 小天 你这么严肃 妈妈很喜欢 你要好好地过日子 小天 你好好好证明 你不要过日子 到时候 给妈上个大王孙子 就算是 妈妈魂飞破散 也没什么遗憾 丫头 小天 就交给你了 阿姨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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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着 不要哭 要坚强 妈妈永远会保护你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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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但是 我还是要救救你 救救我儿子飞呀 亲爱 还不信你换我 好好好 真的是母子情深啊 精彩 精彩 吴天啊吴天 你还真有个好母亲 宁愿自己去死 我就要保护你 让你失望了孙子 放心 我不会杀你 而且归灵丹 我也不会给你 我会永远折磨你 哈哈哈哈 你不会坚真地以为 我除了让你犯戒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得不到 我就让你变成我 被学家丢到的家伙 我劝你最好思想一点 要不然 被烧现在就把救急正罚 哈哈 给老子死了 你快 好啊 你被上了赵少 你就等着赔赵了 杀了你 杀了你啊 杀了你 喝 犯人 你さ 侯天 鲜月 手 后 真 混 孟天 吴天 吴天吴天你醒醒啊吴天 吴天你醒醒啊吴天 我是 把他们分开就能让吴天醒过来 你怎么把他们当 叫啥你变成我 这是哪 我这是怎么了 你忘了 你只是个外卖员 你被撞了不仅没死 还觉醒了控制他人的能力 这个女的是你的女朋友 但出轨给你戴了绿帽子 还为了高额保险 结果设计车祸撞死你现在 只要你一句话 这位高男女的命就是你的 老子要你们去死 别挣扎 接受这能力 杀掉所有让你痛苦的人 吴天 吴天 吴天你怎么了吴天 啊 竟然让我去给亲老爷子冲洗 这是你现在的女朋友 你们很想麻烦这些人 为了钱 要你的女朋友 让我给一个老男人生孩子冲洗 快杀死他们 这样你的女朋友就安全了 走给我去死 吴天 这一切都是换劲 你若是在继续杀人的话 你的意识就会被摔身夺走 桂林大爷会被他夺走 你快找回你自己啊 这一个箭丫头怎么跑进来 真好可利用一下这个丫头 怪不得你这么废物 原来有个女人在夺你后腿 你还留着他干嘛 这就对了 快杀死他 不天 你母亲还希望我们在一起呢 你现在要是杀死我 你杀他就真正想对我遗憾了 你这个剑 居然有个影响他的事 这 他影响 我也有影 不天 不太你还记得吗 你不记就是被山神杀死了 你瞧我会让这个山神刺杀 呀 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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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我自己去就行 小心 现在是你杀死我的最好机会 那样岂不是如你所言 你知道我为什么被边下烦恼 因为我讨厌那些天上的神仙 他们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痛苦 成为他们的道义 所以我要融合三界 没有规矩不足 如果正如你所言 那三界岂不是全乱 好 这些个秩序 所谓的秩序 使他们担心他们的权力 非国外 他们担心这些人 拥有他们的能力 从而取代他们 他们怕失去权力 和嘲笑凡人的阵构 世间生 无论是人还是妖 甚至是人体 都会努力成为神仙 吹他妈的神仙 那些神仙高高在上 最后还不是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 比如 你 你看到的是权力 却从未看到责任 三界早晚会很合 只不过不是现在 正是因为有你这些人 你将你心 摆不上自有的万一群 说的 你不是作为 你以权力 而是不甘心自己 而是不甘心自己 不是成为这些权力 之心 哈哈哈哈 这不愧是刺足天关 一眼就看出了 那么好 我们看看最后 谁才是对 吴欠 再给你死 请 交出归领带 我可以放你们二人一条生 不然的话 想都别想 明白不理 你去不然我不客气 暴中假面 想得给你休息 不见 不见 你 我 平安健康 害神 中害羁 好像真有点本事 你敢跟我继续斗下去 如果继续的话 南中假会灭在我们两国 已经发到定证当中 宣宣 我本以为你的能力会更强 没想到只是嘴上的 南城费 不正是你想看到你 怎么 心疼你口袋的那个情况 帅神 你就这点本事 看你干脆直接投降日输算了 少得 就得要死在这里 我看今天该死的不是我 而是你 废话少说 手底下见证账 二郎真军 借你保险 大圣 如意 金库罢 太上老君 借我七星宝剑以后 天盟元帅 借你们救治都不一样 门长火箭枪 荒木天王 闭火照 他会是赐福天官 帅神 你也不赖 天盟元帅 我赐福你为罪奖信用之人 刚才抢夺神兵 一定会付出代价 我赐福天官 我赐福天官 我仲一千千神太多人机 必遭天罕 吴天 吴天 丫头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让你死在这小子的面前 让他尝尝 失去重要人的痛苦 我自伏徐尔林 平平安安 吴天 我发现 对付这个丫头 要比对付你更有意思多了 我自伏徐尔林 面出痛苦 超级诅咒 赐福无效 我自伏徐尔林 破除诅咒 紧接诅咒 这丫头不能嫁人 顶级赐福 徐尔林会心不美满 我诅咒这丫头 今日必死无疑 我赐福她今日不受诅咒 只得天官赐福 诅咒深重 天官赐福无效 收回家 继续 继续 师父 你慌 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怎么停止你的诅咒了 帅神 你真卑鄙 你真卑鄙赶紧把他放了 哈哈哈哈 师父天官不要忘了我可是帅神身怀龟恶蛋的你的化灵之术对我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 谁想着赶紧交出鬼灵蛋 否则 我欠 有本事我们公平决斗 你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赐福天官 我已经输了 她在我手中 一刺服 我们就一直杀了她 一个刺 我杀了她 好 你希望我刺服是吧 既然如此 我今天满足你 我刺服于你 可以获得比三界主宰更大的能力 你不再是肉体之躯 而是灵体的主宰 啊 啊 啊 原来如此 让你这一招 你夺负了我的肉身 我就对付不了你 你以为我只是夺负你肉身之间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阴阳不及 乾坤那种 就永远开 恶鬼出现 忠愧大神 今夜有恶鬼出现 你老还不献什么 哪里来的小鬼 还不速速复伐 先生 你侵占肉体的时候 做不了你 现在成孤魂野鬼 还不速速复伐 一个小小的地府小官 就敢捉拿本线 可笑之情 就让疯独鬼王来了 老子也不怕 可我借我一下 就让你看看本身的令 说 给我刺服就是自寻死 那灵犀这么如此强啊 我忘了 这个说来话着 一个小小的钟魁 能对付得了我 自身都难不 你把他变得这么强大 五天 五天 丫头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让你死在这小子的面前 让他尝尝 失去重要人的痛苦 我自不需要你平平安安 哈哈 五天 我发现对付这个丫头 要比对付你更有意思多了 哈哈哈哈 呀 我自不需要你破除诅咒 痛痛男人 啊 我自负薛尔林面出痛苦 啊 超级诅咒 赐福无效 啊 我自不需要你破除诅咒 紧急诅咒 这丫头不能嫁人 啊 顶急赐福 需要你会幸福美满 我赐福这丫头 今日必死无疑 我赐福她 今日不受诅咒 只得天官赐福 有诅深重 天官赐福无效 收回家 继续啊 继续啊 师父 你慌 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怎么停止你的诅咒了 师父 这种增长实力的赐福 只能给别人 如果我能给自己赐福 那我还修炼干嘛呀 给我赐福 我就是因为给他赐福 让他自身超过了赐福 才让他变成这个鬼眼神 难道你也想成为这样吗 那你说怎么了 继续赐福 什么 孟天你疯了吗 我赐福于你 就算是灵体 也是世界最强 无人能敌 哪块地府来了 也拿你没办法 小子怎么了 小子你疯了 孟天 他能力已经够强了 你还要再继续提倡他的能力吗 如果我不继续赐福的话 就没办法让更大的人物出现 来消灭衰神 什么意思 以我们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衰神 如果不增长修为的话 很难将那位大人物引出来 来消灭他 你小子确定这样管用吗 也可不想陪你魂魏魄魄灑 你就赐福了 人间万年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王魂 能比我亲自出手的 衰神你是第一个 大地 却主在 卢大帝 卢大帝来了 下跪 卢神 做恶 如今有手段 会让到 安定石头立位 会有三地来 我们做事 卢大帝 饶命 饶命 小神不敢了 小神再也不敢了 卢神 你虽然作恶多端 但我还是要自负 下辈子做个好人 努力奋斗 平平安安 心得管 因为你自负了 我就会赶紧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 想过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 还是我这类人的 卢神 我相信只要一心向善 通过自己的努力 哪怕结果失败 最起码不遗憾 小子 我先走了 虽然这次有点被你空了 但是 就那风都大地出手 我们下次有缘 一起喝酒 论利 谢谢 我们回家 妈 你 你没 都多大人了 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 妈 你不是已经 王母娘娘说了 你造福人类有功 妈妈呀 之前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所以啊 这次妈妈得到成心 现在啊 妈妈已经是床头活活了 这么照顾世间的孩子 太好了妈 没想到您不但欢迎 还为你先搬 阿姨 怎么还叫阿姨呀 妈 哎 哈哈哈哈 功货你呀 混乎新关 现在 我来 传达御职 自负新关 你消灭了 腮神 自负了世间 功德约满了 玉帝特批正丁 重返天庭 老爵 麻煩你回去禀報玉帝 就說我還想在人世間多陪陪著 但若臨百年之後我便即可 你臭小子 算了這孩子呀 確得很就由他去吧 玉帝那邊我去說好 不過你要記住了情緣了卻以後 立刻返回天庭好 我走了 兒子既然你決定留下來就好好照顧人家 儘快啊 給媽多生幾個大胖小子 讓媽呀也多開心開心 嗯 好了兒子媽媽也要走了 媽在天天等你 吳天 你真的打算再生過一天庭嗎 是啊老婆大人 而且你也聽到了 我媽剛給咱們派了日子 讓咱們給他多生幾個大胖孫子 誰要跟你生孩子 怎麼不願意啊 不願意就算了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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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